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最近这半年对于国际上的时政新闻 没有什么好的消息 之前我们以传统的眼光看待了那些所谓的欧美国家 有很多都是太让我们失望了 像美国的政治 西班牙的政治 法国的政治 德国 本来这些国家应该是引领文明潮流的 但是这些国家最近这些年太让人失望了 包括加拿大 那么反而现在有一些我们之前不关注的国家 以及他们国家所做的事情给人眼前一亮 你比方说像巴西的总统 外号是巴西特朗普 那么还有立陶宛他对中国的态度 立陶宛现在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应该说是越来越差了 就是因为台湾的问题 坦白的说立陶宛那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了 你中共你不愿意那我就撤 我就断绝跟中共国的外交关系 那么现在立陶宛又开始炮红中国了 这个新闻是国内的新闻 咱们看看国内的新闻是怎么去说立陶宛的 说他炮制报告煽动民众抵制中国手机 就是抵制小米 近日立陶宛工房部所谓产品调查报告 以手机内具有内置检测和审查功能为由 煽动民众抵制中国小米手机 9月22日晚小米发言人回应 小米手机不审查用户信息 并充分尊重保护所有用户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老黑的评论是我信你个鬼 你中国国产的手机 你不去审查用户的通讯 你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小米是这么说的 小米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限制或阻止 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 例如搜索通话浏览网页 或者说使用第三方通信软件 重点是不会审查用户的通讯信息 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用户的合法权利 反正我是不敢用国产的手机 国产的手机刚开始用的时候 前三天很新鲜 过了三天马上就开始慢 能用了半年感觉这个手机就不行了 之前我还用了一个锤子手机 真的是用了半年 天啊锤子手机 我真的想用它来打合套了 国产的手机真的挺让我失望的 包括在中国销售的苹果三星 这一线品牌的手机 我觉得都不安全 你在中国使用 你用中国的手机卡能不被监控吗 你下载APP有哪个不监控的 现在立陶宛 它对于中国产的小米这么一个产品调查 报告就是发现了问题 这是立陶宛国防部 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它点名中国厂商小米声称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旗舰 手机有内置检测和审查功能 能够检测涉及一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敏感字眼 你要是用小米的手机发表一些关于台湾的一些言论 你说的不好 他就跟你查到了 给你查到了 那你就有危险了 手机号码有多少 这个GPF定位人在哪里 这个信息网上一递交 要使用手机的人很危险的 该报告还提到 虽然小米的实体5G手机软件的功能在欧盟地区已经关闭 但是随时可以通过远程开启 并声称小米加密的手机使用数据 被传送至一个新加坡的服务器 虽然说这个信仰功能目前来说是关闭的 但是随时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开启 用了小米手机就等同于裸奔 历导网国防部还提到 对于小米华为和另外一家的三款手机调查后 小米设备发现了三个所谓的前代风险 华为P40手机一个 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后 立陶宛国防部部长埃布克维斯通过媒体鼓动民众 我们的建议是不要购买新的中国手机 并尽快处理掉已经购买的手机 他还报告路透社 立陶宛已经与其他欧盟国家和美国官员 分享了这份报告 立陶宛这也是挺难为他了 给美国的官员分享 美国的官员现在等于说 他们都是拿着中共的按贴 中共都给他们补贴的 你要钱给钱 要女人给女人 要公司股份给你公司股份 还有欧盟的其他国家 欧盟的其他国家有些国家还行 欧盟的国家总体上来说都是还是非常左的 这么一个意识形态 我觉得工程挺浩大的 你得要费多大的劲 才能够说服这些国家 立陶宛还是一个小国 在欧洲可能分量还是比较轻的 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之前没有人敢对中国说不 现在敢了 现在有人敢了 立陶宛就已经特别的强硬 其实这个事情最开始 还是因为跟台湾问题 立陶宛他跟台湾人是穿一条裤子 跟台湾政府穿一条裤子 放到中国这边来看 那就是等于说是你立陶宛就反华了 咱们看看立陶宛他具体做了哪些成绩 还是有一些努力的 今年5月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东欧国家合作 并试图拉欧盟其他国家一并退出 8月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 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的名利设立代表处 8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中国大使 然后立陶宛外交部继续无视中方的反对和警告 仍旧坚称立陶宛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确实以咱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以咱们的认知来看问题 立陶宛人家确实没做任何事情 其实关于台湾的驻外机构 是台北办事处还是台湾办事处 其实台湾人都无所谓 就是说这个名分台湾人 他并不是特别的注重 就是要里子不要面子 面子无所谓的事情 你台北也好台湾也罢 这个都无所谓 但是立陶宛就是力挺台湾给台湾撑腰 立陶宛不仅给台湾撑腰 他也试图拉拢美国 拉拢欧盟和北约来给他自己撑腰 其实像这种新闻一旦放在国内 那都是很多人都是义愤填膺的 有人说了 你立陶宛就这么一个小破国 能卖几台手机 我们不要你们立陶宛的市场都没问题 有些网友又骂立陶宛说 这些都是美国的走狗 甚至有人说不用离这些流氓 直接跟他们开战 踏平美国 踏平立陶宛之类的 美国这又躺墙了 一会一个美国走狗 一会要痛击美狗 美国真的是好冤 美国如果说拜登看到了 这半年时间我对中共不薄 怎么现在还在骂美国 是啊 都在骂美国 美国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你说国境的小粉红在骂美国 你说像我做节目 我也在骂美国 你说现在的美国 还有什么值得夸的 堂堂大国总统居然在跟英国金毛 狮王约翰逊在一会会谈的时候 扑拉拉拉拉拉能够拉西 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的总统 你实际说我们现在都骂美国 现在的美国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那么对于像立陶宛 能够敢于发出这种声音 我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国家 不被中共收买了 有几个国家 包括像油管上那些中共的大外宣媒体 哎呦 什么这个卫视 那个卫视 什么这中央台那中央台 都在油管上开频道了 谷歌不作恶 我对谷歌我也很失望 所以说敢于发出这种强硬的声音 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除了立陶宛 还有他一个国家 我们应该关注一个是巴西 巴西对中共是非常强硬的 还有一个是日本 日本现在热门的首相的接任人选 是高市早苗 他也是一个强硬的右派 他对于中共也是毫不客气 然后再加上台湾 然后再加上印度 印度跟中国那就是有私仇 就是辛仇救恨都有 去年在边境干了一仗 你说印度人对中国印象好吗 那也不好 所以说中国周围 还有包括韩国之前 你抵制萨泽 抵制三星的 是吧 人家三星也撤场了 韩国的普通美中对于中共 那也是非常讨厌的 所以说我们要是掰着手指头数一数 现在在地球上还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是能够清醒的 意识到中共对于世界的危害的 还是敢于发出一些声音的 所以说对于我 我就有必要有这个义务 把这个声音给放大 像立陶宛像高市早苗 像巴西特朗普 像印度这些国家 他们对中国发出一些强硬的声音 真的是难能可贵 现在这种反共的声音 已经被压缩的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发不出来了 包括在油管这一块 想说点真话是越来越难了 你聊什么都不让你聊了 之前在川普的时期 你怎么聊都可以 甚至有的频道天天骂别人的母亲 都能够获得很多流量 是吧 那是之前言论自由 现在言论也自由 有什么自由 你有歌颂共产党的自由 你有歌颂民主党的自由 你有歌颂佩洛西拜登这些人的自由 你有给他们宣传打针的自由 颁发良民政的自由 但是你要是试图唱反调 轻则献你流量 重则给你封号 就是在油管通行 我已经遇到了不止一个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舆论空间 这个阵地是丢成失地 想说点真话越来越难了 你说假话可以 说假话有流量 我真的是我发现了 说假话是没生意 说假话在油管市里面大生意 一个月赚个好几万美元 那真的是轻轻松松的 但是说假话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哪怕我每个月就赚了生活费 我还得坚持说出我父亲的声音 好吧 对于像立陶宛这样的 有种的国家咱们得力挺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